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呀 来了 姐 小浩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吧 进去吧 小浩 坐吧 小浩 这么久都没有来看姐了 今天来什么事啊 姐 是这样的 我这创业失败了 然后找了一份工作 也被老板辞了 现在没地方去了 什么 你创业失败了 小浩 当初姐是怎么说你的 不让你创业 不让你创业 现在还是失败了吧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 那些钱也没了吧 姐 我这不是想着我还年轻 都拼一拼 都闯一闯吗 谁知道失败了呢 那个钱也确实全没有了 而且连去的地方都没有了 小浩 你现在落魄了 又来找姐 找我干什么说吧 姐 我想在你这住一段时间 什么小浩 在我家住啊 小浩 不是姐啊 不让你住 这我家确实没地方住 不是 姐 你这房子这么大 就你跟我姐夫两个人 怎么就住不下了 小浩 你说的什么话呀 这我家有没有地方 我都不知道 我说住不下 就是住不下 你啊 还是走吧 行 姐 我不在这住 那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借我点钱 吃饭啊 什么 还给我借钱 小浩 小浩 你说姐啊 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 也没工作 你说姐 没有钱 上哪能钱去啊 姐劝你啊 赶紧走吧 出去找份工作 打打工 姐 你可是我亲姐啊 咱俩可是有血缘关系的 行行行 别说了姐没帮你 这 这周末啊 我们来吃剩个馒头 你啊拿去吃吧 行 姐 我走 走吧 慢走啊 不错了 天使的 现在落破了 来找我了 早干什么去了 谁啊 来了 哎 表哥 你怎么来了 表妹 我来找你是想求你一点事的 来来来表哥 快进来说 来坐 表哥 什么事啊 你这么着急 你啊 就直说吧 表妹 我现在 没地方去了 想在你这儿住一段时间 表哥 这 怎么回事啊 想一想 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 我不一直在创业嘛 然后 创业失败了 什么都没有了 去找我亲姐 谁知道 我姐不收留我 连钱都不借给我 我现在 无家可归 我收着安静的笑容 走吧 来 谢谢 来 喂 我是 什么 你们真的愿意作为投资方 好好好 我马上到 太好了 哎 表哥 表哥 表妹 你干嘛去啊 急通通的 我这儿刚才有个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愿意给我投资了 什么 表哥 这是好事啊 对啊 所以我现在急着赶过去吧 哎 表哥 我呢 我呢 给你买个早饭 要不你吃完早饭以后再去吧 早饭就先不吃了 对了 表妹 要不你跟我一块过去吧 表哥 我呀 就不去了 我没有学历 去了 不给你添乱吗 哎 表妹 你说什么呢 在这里的这几天 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我 也是你收留的我 你不会的东西 我可以慢慢交给你 你就得留在我身边 做我的一个助手 哥 我知道啊 你说的意思 还是算了吧 不去了 哎呀 晓晓 你就 你这几天对我这么好 我在这里吃你的 助你的 就当我报答你了 好不好 我的公司起死回生 你就走吧 跟我一块 那 那行吗 表哥 那咱走吧 这些东西 咱边吃边说 投资包等着见我呢 行 走 什么 让我们家对墙 那是不可能的啊 我告诉你 听得完 给我打出这个念头 什么 没有什么事啊 快点回来啊 妈 你怎么了 发那么大的火 陶子呀 妈呀 没什么事 这你下班回来了 是吧 这妈呀 嘴有点渴 你给妈倒杯水去吧 哦 妈 你口渴了 行 我给你倒水去 哎呀 去吧 妈 这 动起什么事啊 哎 小浩 你说啊 你那个爸 他气人不气人 啊 这 你奶奶 给爷爷 姓说大了 这家里啊 需要兑钱了 他非要 让我兑 你说说 这个钱 我凭什么给他兑呀 你说说 这我们分家的时候 房子 和地 什么的 都分给了你二叔 我们家呀 一点都没老着 你说 现在 你爷爷奶奶老了 不能动了 兑钱找着我们了 我呀 绝对不应得对的 妈 你小小气 那当初 不也是二叔家条件 每三家好吗 穷的 都快接不开锅了 爷爷奶奶 才把房子和地 都给他了的 再说了 爷爷奶奶 现在生病了 咱也不能不管 是不是 不然 人家怎么说咱们 我说小浩 你能不能说点 好听的 你怎么 这胳膊肘 还玩怪怪呢 帮着你二叔说话呢 你说什么呀 这个钱呀 我都不会拿的 小浩 我告诉你啊 你呀 千万不要和你爹 一个德行 好妈 我知道了 妈 你还没做饭吗 我去做饭啊 我去帮忙 小浩 这妈到底怎么回事 发那么大的火 还不是因为我二叔的事 当初我二叔结婚 我爷爷奶奶 把房子和地 全分给我二叔了 我们家什么也没有 现在我爷爷奶奶老了 我二叔不去照顾 还让我爸回去照顾 你说我妈生气不生气 小浩 你说咱们和二叔 都是一家人 这二叔啊 对咱们也不错 咱妈不能尽叫那么多呀 说得对啊 我小的时候 我二叔最疼我了 你看这事弄的 是啊 还对了小浩 你说咱得想个办法 帮帮咱二叔啊 可是我妈不容易啊 我有办法 过来 行不行 行 这个办法好 行 走 咱妈去个电话 那行 你带哪 我去吧 行 带你去吧 妈 这是我手机呢 妈 我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 你说吧 没人 其他人 想问你 没人 我来说 算邂递 我来说 咱们 才能 嗽 没人 可是 我来说 我来说 你 准复 他 这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你在我家住啊,也可以 但是我大哥,得拿钱 如果不拿钱,你收拾东西,去我大哥家吧 你 头子啊,联系演过了啊 小浩 你,你给我评评你啊 这你媳妇说话什么意思啊 你,她欺负妈欺负到头上来了你 妈,行了啊 是不是感觉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啊 对啊,妈 其实啊,现在我没发生这种事啊 就是你和我叔叔发生的事 你说说,你没这样计较 让我爷爷和奶奶家在中间 多为难啊 他们年纪大了 妈,其实啊,咱们都是一家人 谁出的多,谁出的少 都无所谓 对啊,妈 咱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 又不是缺那点钱 你们这两个孩子 这不是挖个坑,让妈跳吗 孩子们啊,我也知道 你们啊,都是为妈好 但是,妈呀,就是过不了这个坎 妈,这什么坎过不去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 咱们现在这样闹下去 让邻居多看笑话 再说了,咱们又不是过不去 咱们有钱,无所谓的 再说我二叔对咱们家也挺好的 你想想 是啊,妈 你看,我小的时候 我二叔多疼我 桃子,小浩 这,妈呀 知道你们是好心 也是妈呀 办事太偏激了 也没想那么多 看你们这么年轻 能这么想 这妈呀,我真是惭愧 行了,妈知道错了 等改天啊,活有时间啊 我去看看你爷爷和奶奶 行 到时候我跟桃子跟你一块儿去 是啊,妈 我们这样想就对了 好好好啊 你们呀,真是妈的好儿子 好儿媳 妈,看你说的 这不俗话说的好吗 家婆万事兴 咱们以后和和睦睦的过日子 这样才好吗 好好好啊 你相守我们的典子天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